大陆知名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 在被中共关押半年多来 许多外媒都持续的关心 但是14号仍然传来不幸消息 曹顺利在健康状况 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身亡 引来国内外强烈谴责 要求彻查曹顺利的死亡真相 被关押半年多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 3月14号下午去世后 海内外各界立即联合发起了 关于严厉谴责中国政府将曹顺利女士 迫害致死的紧急联署 要求北京当局彻查曹顺利被迫害致死的真相 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并向全国民众公开道歉 截至3月16号晚间7点 联署的海内外人士已接近2500人 上海维权人士陈建芳与曹顺利 一同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 被当局派人截回 不可能她是最后一个 以后还有更多的人会被迫害致死 曹顺利是北京大学法学硕士 曾在大陆劳动人事部任职 因揭露单位腐败现象而走上维权道路 她常为访民提供法律帮助 因此被中共当局多次抓捕牢教 备受打压 去年9月14号 曹顺利准备去瑞士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时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被警方带走失踪 在这之前不久 她曾参与在中共外交部前的长期静坐 敦促官方起草人权报告时 征求公众意见 曹顺利失踪引起国内外很大关注 联合国人权维护者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西加亚 当时就表示 曹顺利和其他人遭到拘留 显示出有人对那些希望与联合国合作的人 展开了报复行动 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等人 也曾为此发表紧急声明 曹顺利死亡后 美国国务院立即就此发表声明 敦促北京保障中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英国政府也发表声明 敦促中共释放所有因行使宪法权利 言论自由权 结社权和集会权而被捕入狱的人 敦促北京動讯